堪称奥斯卡风向标的美国演员工会奖 入围名单出炉了 女神卡卡第一次挑大梁演出的电影 一个巨星的诞生 最为风光 成功出为影帝 影后和最佳整体演出等 四项大奖 领跑全场 至于美国女演员艾米丽布朗 也凭借爱满人间和见戒 双料出为最佳女主角和女配角奖 风头一时无聊 第25届美国演员工会奖 一项被视为奥斯卡演技奖的前哨战 星期三在美国洛杉矶公布的入围名单 可说是惊喜连连 由布莱德利库博和女神卡卡 领衔主演的音乐电影 一个巨星的诞生 十分风光 不但入围最佳男女主角和男配角奖项 最高荣誉大奖 也就是最佳整体演出的提名名单中 也是榜上有名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是女神卡卡 第一次担当电影女一号的角色 没想到成功晋级入围门槛 和一众演技派女演员争夺影后殊荣 另外争夺后冠的女演员 还包括出演历史电影宠儿的 奥利维亚·科尔曼 嫌妻里的格伦·克罗斯 以及爱满人间的艾米利·布朗 而她也是这次入围名单中的 另一个焦点人物 除了被提名为最佳女演员 还凭借恐怖电影《禁界》 极尽女配角的入围名单 是这届演员工会奖 唯一一个双料入围的演员 至于影帝争夺战 所有入围演员也来势汹汹 除了一个巨星的诞生男主演 布莱德·利·库博 还有黑色党图的约翰·大卫·华盛顿 为父不仁的克里斯丁·贝尔 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雷米·马利克 还有幸福绿皮书的维果莫天森 是的 演员工会奖的最大奖项 整体演出奖竞争相当激烈 都是今年当红的电影作品 《疯狂亚洲富豪》 《一个巨星的诞生》 《黑豹》 《黑色党图》 以及《波西米亚狂想曲》 每一部都是口碑票房 同样出色的大荧幕作品 最终结果将在美国时间 明年1月27号出炉 《黑豹》 的雷米亚狂想曲的 《飓君亚洲》 《黑豹》 的雷米亚狂想曲的 《飓君亚洲》